误入野兽丛林的小白兔 宋慧莲 4 作者侯文勇 依照莫伯桑的小说理论 如果故事一开始出现过枪 那么这把枪到最后就必须发射 无疑的 这个小说理论对应到宋慧莲的故事里 她的老公莱旺就是那把枪 时间很快过去 莱旺完成了去杭州帮蔡太师采买礼物的任务 这把枪现在又出现了 和一般传统的故事不太一样的部分是孙雪娥这个新的变数 我们发现原来在孙雪娥被西门庆升等为妾之前 她和莱旺是有一腿的 因此莱旺一回来 立刻就送她零汉金 装花西库 杭州粉和胭脂 雪娥收了礼物 少不了也要回报来望一首情报 说 自从你去了四个月 你媳妇怎的和西门庆勾搭 玉霄怎的做牵头 金莲屋里怎的做窝科 掀在山子底下 落后在屋里 成日明睡到夜 夜睡到明 孙雪娥的情报绝对包含了虚构想象的成分 比如像是在潘金莲屋里做窝科这一段 会有这些虚构的想象夸大 当然来自孙雪娥对潘金莲的恨意 这些充满了煽动情绪的情报 对于来望的杀伤力当然不小 可怜的家仆来望 找宋慧莲对质 宋慧莲敌死否认 找老板西门庆对质 来望又不敢 在发泄无门的情况下 她只好喝闷酒 发酒疯 叫嚷着要让西门庆和潘金莲 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 这些不能公开说出来的话 孙雪娥告诉来望 来望的酒话 又被竞争死对头来兴听到 来兴跑去告诉潘金莲 潘金莲再告诉西门庆 每个人都在话里头加油添醋 加入一点自己的立场 夹带一点敌人的罪行 虚构一点仇恨 放大一点恐惧 于是潘金莲传到西门庆耳朵里的话 变成了 你贝蒂徒来望老婆宋慧莲 他便背地要你家小娘子孙雪娥 你的皮靴左右不分可以乱套 那司杀你便该当 与我何干 连我一起也要杀 趁早不为之际 夜头早晚 人无后眼 只怕暗遭他毒手 好笑的是 西门庆当下的立即反应是 谁和那来往有首尾 有奸情啊 事情绕了一圈 最后终于又掉回了孙雪娥头上 西门庆大发脾气 把孙雪娥打了一顿 没收了他所有的首饰衣服 只让他上造工作 不许见人 孙雪娥的行为 看起来就像是朝着天空吐了一口痰 最后自己反倒被这口痰 唾了一脸那么好笑 八卦或谣言的杀伤力 很多时候就像那口痰 一旦吐出去之后 没有人知道他到底花落何处 或者最后会不会被风吹散弄得大家雨露均沾 可以想象在挨揍之后 孙雪娥少不了又要搬出那句经典名言自我解嘲说 反正俺们是没时运的人 以孙雪娥的脑袋 她大概一辈子也想不透 她会这么倒霉 最缺乏的与其说是时运 还不如说就是脑袋本身 金平梅的作者总是让孙雪娥的悲惨 独来不但不可怜 反而有一种可笑 我想作者应该是讨厌笨女人的吧 西门庆并没有急着把来望也叫来毒打一顿 最主要的考虑恐怕还是因为她和宋慧莲的关系 有了这一层顾虑之后 西门庆接下来应该盘算更重要的问题 反而是如何处理西门庆宋慧莲来望之间的三角关系 这个三角关系的处理很自然的立刻跃升为 潘金莲与宋慧莲最新角力的焦点 我们先来看宋慧莲的说法 来望有这个欺欣要杀西门庆的事 我也不饶她 爹你依我 不要叫她在家里 与她挤两银子本钱 叫她信信托托远离他乡 做买卖去 她出去了 早晚爹和我说句话 也方便些 这个三角架构的基本思维 说穿了就是共存 如果来望不在这段时间 西门庆和宋慧莲可以过着快乐的生活 只要西门庆再派她去出差 没有道理 这种生活不能继续下去 这个想法颇合乎西门庆互利共生的商人本色 于是西门庆满心同意 动起脑筋来 干脆给来望一千两银子 让她去杭州出差 买筹券私线回来做买卖 这样来望高兴 宋慧莲开心 她也可以为所欲为 大家都得到好处 这个共存共赢的想法落到潘金莲手上 则全然是不同的思维 假如你贪她这老婆 你留她在家里也不好 你就打发她出去做买卖也不好 你留她在家里早晚没这些眼防犯她 你打发她到外边去 她亏了你本钱 头一见你先说不得她 你若要她这奴才老婆 不如先把奴才打发她离门离户 常言道 茧草不除根 萌芽依旧生 茧草若除根 萌芽再不生 就是你也不担心 老婆她也死心塌地 从潘金莲的分析中 我们发现这个三角关系 和当初五大潘金莲西门庆的关系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唯一的差别只是 五大潘金莲换成了来望宋慧莲而已 当年五大曾提出的赛局游戏 西门庆和潘金莲曾经一起携手玩过 西门庆对于潘金莲的分析 应该还记忆犹新 老实说 当年要是有更好的策略 他们也不用冒着危险 联手毒害五大郎了 书上说 一席话 说得西门庆如醉方形 宋慧莲主张的共存互利 是商人的终极理想 潘金莲主张的毁灭竞争 则是人性现实 两种说法对西门庆应该都非常有吸引力吧 只是潘金莲的说法唤醒西门庆心中强大的恐惧 于是现实考虑再一次打败了理想 相较于震杀五大郎 要把来旺打发的离门离户实在是容易多了 于是西门庆的策略来了一个大转弯 原来的来旺派命又被收回了 这个除去来旺的阴谋是这样的 西门庆改派来旺当店长 说是要在门前开酒店 还把六包一共三百两银子拿给他 让他去找伙计 等一切布置完成后 西门庆利用来旺喝醉酒时 让人跟他通报 宋慧莲又被西门庆勾引到花园后边偷情去了 鲁莽的来旺一听 立刻怒气冲冲的冲向花园 不料西门庆早就布置了人马在那里 把来旺绊了一跤 将他抓住 还把一把刀子栽赃给他 西门庆给来旺罗织的罪名是 持刀要杀西门庆 当初喝醉了酒 宣称要拿刀杀西门庆的是来旺 来星是证人 现在拿了刀子要杀西门庆的也是来旺 在场所有人都可以作证 来旺一点脱罪的机会都没有了 为了让罗织的罪名更加合情合理 西门庆还让人去取出来旺的六包银 发现只剩下一包银两 其余五包都被调包成西千钉子了 老婆死了 西门庆出钱帮他娶老婆 还给他资本做生意 他不但不私图报 反而调换银两 还拿刀要杀害老板 这下来旺可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了 义正词严的一场抓贼大戏 说穿了只是为了除去来旺的幌子罢了 现场知道内情的人应该不在少数 但胆敢说破的只有宋慧莲 他跪在西门庆面前说 爹 此时你干的营生 好好进来寻我 怎把他当贼拿了 你的六包银子我收着 原封不动 平白怎的抵换了 嫩活埋人也要添礼 他为什么 你只因他什么 打与他一顿 如今拉着送他哪里去 吴月娘也同情来望 劝西门庆说 奴才无礼 家中处分他便了 又要拉出去 经官洞府做什么 结果反而惹来一顿臭骂 总之 这些都无法改变西门庆的意志 他是吃了秤妥铁了心 非要把来旺送到官府去了 在这场热闹里 我们一次也没看到潘金莲的身影 但结果却完全贯彻了他的意志 这才只是元宵节的走百妹事件之后 他第一次对宋慧莲的出手而已 可怜 宋慧莲这时只懂得哭闹抱怨 他如果也和我们一样 看出这个故事已经跳脱出了苦情的层次 开始透露出惊悚 甚至带着血腥的气味时 他其实应该觉得胆战心惊才对 清河县的提刑所的地位 有点像现在警局 调查局 法院的综合体 提刑所里面的下提刑 贺千户 都是西门庆平时送网迎来的好朋友 所谓理多人不怪 西门庆先拆代安 送上百拟一百担 其余千言万语 尽在不言中 书上说 二人受了礼物 然后坐厅 这两位身安事体的大人一坐厅 来望当然没有好下场 下提刑让人给来望上夹棍 又打了二十大棍 打得皮开肉战 鲜血淋漓 才收压进肩 西门庆一手行贿要求 一手安抚宋慧莲 严禁小厮通风报信 连哄带骗的 让宋慧莲相信 来望在狱中安好 一下也没有挨打 为了把来望救出来 宋慧莲开始淡扫鹅眉 薄尸之粉 又来讨好西门庆 勾引西门庆和他上床 并且发动枕头边 轻声细语的攻势 这次宋慧莲提议说 你好歹看奴之面 奈何他两日 放他出来 随你叫他做买卖 不叫他做买卖也罢 再不 你若嫌不自便 替他寻上个老婆 他也罢了 我长远不是他的人了 床子之间气氛正好 这个提议也郑重西门庆下怀 毕竟西门庆在乎的 只是得到宋慧莲 至于来望是死是活 他其实没有那么在意的 西门庆甚至答应宋慧莲 将来取他进门 当第七房妾 并且买对接乔家的房屋 把他安置在那里 不但如此 还安慰宋慧莲说 不消忧虑 只怕忧虑坏了你 我明日写帖子 对夏大人说 就放他出来 本来故事走到这里 差不多可以收场了 可是 不懂得低调是什么的宋慧莲 得意的拿着西门庆的承诺 到处去炫耀 这话传到孟玉楼耳朵里 孟玉楼又来告诉潘金莲 说西门庆怎么要把来望放出来 替他再娶 怎么要买对门乔家房子 让宋慧莲住 怎么要娶他当第七房妾 潘金莲一听 当然抓狂 气得当场放狠话说 真个由他 我就不信了 今日与你说的话 我若叫贼奴才淫妇 与西门庆放了第七个老婆 我不客气的说 就把潘字倒过来写 潘金莲去找西门庆理论 他的说法是这样的 你真把来望放出来 我看宋慧莲你也别想要了 你想想 来望放出来之后 你打算把宋慧莲当什么 当小老婆 人家老公明明还在 当奴才老婆 像你这种宠法又太离谱 就算你再给来望 娶个老婆好了 就冲着你玩了人家老婆 以后来望见到你 彼此岂有心平气和的道理 更何况 宋慧莲见到来望 他是站起来好 还是不站起来好呢 谁先谁后 这种难堪的事一旦传出去 别说亲戚邻居笑话 就是家里的大大小小 也不把你放在眼里 你既然非做这种下流的事不可 不如把来望解决掉算了 将来就算你搂着他的老婆睡觉 至少心里也放心 阶层的伦理既然构成家族稳固最重要的因素 西门庆这个一家之主要带头去冲撞 直接伤害的 当然是他作为家族领导者的威信 换句话说 潘金莲威胁西门庆 只要他胆敢这样做 这个家也就没人把他看在眼里了 潘金莲用宋慧莲做诱饵 让西门庆明白 如果他要这个女人除掉来望 才是一劳永逸的办法 试图让来望与宋慧莲和西门庆并存 只会危及西门庆的地位和尊严 由于事情牵涉广泛 西门庆当然顾不得来望了 这是元宵节之后 潘金莲的第二次出手 潘金莲用很简单的一番话 轻松的就撂倒了宋慧莲所有辛苦的布局 于是我们看到 一封本来应该是轻盼放人的官说帖 在潘金莲的分析之后 转眼间变成了言行重办的催促书 来望的命运就在潘金莲的一席话之间完全逆转 在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可怜的来望已经被打得全身稀烂 定了家上了风皮 启程发送地界徐州了